在投资 当时我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帮助我们第三世界的兄弟 帮助一些非洲兄弟啊 我们一些亚洲的一些风雨啊 修铁路 修工厂 当时我们到 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主要做这个事情 到了北京以后 我的外语还算不错 所以就留下来 给这个部长 局长做翻译 当时我们很多这个翻译 都是到非洲一专专了 这个好几年 有一个我的一个 我们那是叫翻译队嘛 一个同事到了坦山里亚 去了四年 他成天就在一个 专家组里面工作 见了都是黑人 都是种田 养猪 后来他跟我说 他回到北京以后 看见每一个中国女的 都是最漂亮的 当时改革开放初期 其实有很多故事 当时对您来说 龙先生是 这只是一份工作 其实对于改革 开放 经济 或者市场经济 其实那个时候 是完全没有概念 在此之前 我作为中国参加联合国的代表团 我到过这个参加联合国会议 这个当时我是代表中国参加 经济委员会 它联合国有政治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 什么非殖民地化委员会 当时我是参加经济委员会 当时我根本听 我们根本整个代表团就听不懂 人家讲什么 为什么听不懂 不是语言的问题 我们离开了这个国际 这个经济社会那么多年 他们用的那像市场经济的一套语言 不知道是讲什么东西 所以回来以后 我记得我们代表团的团长 给周总理汇报了 说是我们参加每一个代表团 工作都比较有效 但是就是经济代表团 基本上做的就听 没有办法参与 因为你不懂 人家在谈什么东西 所以当时后来 这个周总理就决定 要派一批人到英国去 主要是学经济 所以我就作为那样一批人 到了英国 而且是到了英国 伦敦经济学院 当时作为这个 英国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经济学院 我学国际经济关系 这样的话 开始了我们在英国里学习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因为您年轻的时候 是读英美文学的 是喜欢莎士比亚 喜欢哈代的 就是在您35年的 这个仕途经历里边 莎士比亚还在什么时候 他的哪一句话 曾经温暖过你 感动过你 打动过你吗 比如有时候 美国谈判的时候 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突然冒出一个 莎士比亚 土比我拿土地 这老外说 这小子还会 莎士比亚的 不像过那种 共产党的官员一样的 就会你们那套官话 马上这个气氛挺缓和的 马上就问我 你读过莎士比亚 哪些东西 我马上就讲 这样的话就 把整个谈判的气氛 缓和了就 这是我挺好的 龙明师长 我很好奇 因为在这个 加入WTO的谈判的时候 中国复官是15年 您个人参与的这个过程 差不多有10年 所以当时有人开玩笑 说因为他的名字叫龙 L-O-N-G 所以他说Mr.Lung 注定这个谈判会很长 很艰难 这个话是我讲的 这是您说的 我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 那边讲的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段 这个特别的短片 在多哈喜莱登酒店 萨尔瓦会议大厅 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 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 卡麦勒宣布 大会开始讨论下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 昨天23点38分 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 会议主题卡麦勒手中的鸡锤轻弱 标志着中国长达15年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结束 宣告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诞生 坐在主席台上的世贸组织总干事莫尔等 首先起立鼓掌表示祝贺 接着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起立鼓掌 全场700多名与会代表也纷纷站起来热烈鼓掌 这15年的谈判 从时间上来讲太长了 是不是有些国家或者有些因素 使我们这个加入WTO的进程过分延长 从我们开始来讲 我们觉得太长了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在加入关键中 世贸组织花了那么长的谈判时间 除了俄罗斯 也许他要打破我们的记录 但是现在他没有进去 但是至少是从我们那时候来看 中国是花了最长的时间 当年是处在一种相当被动的地位 就是我要加入世贸组织 你来批准 来愿不愿意 同不同意 你加入世贸组织 所以整个谈判 整个态势就是有非常被动的一个态势 因为这种谈判的性质决定了 你是有求于人 你有求于他们 所以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那就是完全作为世贸组织 一个平等的成员进行谈判 所以你们可以注意到这一点 我领导中国入世谈判十年 我从来没有请过外国人吃过一次饭 我不要给他们一种印象中 我有求于他 对 对吧 这个气节我们喜欢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中国的谈判时间长一点 不错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整个国家从心理上 准备好参加一个市场经济 准备好我们对外开放 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当时还知道为了这个事情 年龄中间选过一个秘书 这个秘书选的很多人有争议 是一个好像从性格上来讲 不太适合做秘书 为什么 一般的秘书都应该很机灵的 这个秘书就是是比较 木讷一点 比较不那么机灵的人 他不是不机灵 他非常机灵 但是他就大大咧咧 话太多 我知道做秘书的一定要 嘴巴要演 话要少 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日落华谈判的时候 这个因为当时 我们谈判的压力很大吧 所以我 就像我夫人讲的 我基本上变成一个不会笑的人 我也不笑 而且我这个人呢 对我的部下应该说是很好的 但是他们来跟我汇报工作的时候 我从来不从谈天气讲起 就是单刀指 就开始讲工作 讲完工作请你走路 所以我就 我基本上没有一种好像 放松的聊家常的心态 像womp up一点 谈点新的 谈点这个家常 我从来不这样 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 所以的话 下面的包括一些市局长 处长都特别害怕我 所以给我汇报完工作 我赶紧就走 身怕好像我要逮住他们要怎么样 那么那要当我秘书的那位呢 正好在日落华常住 他呢胆子比较大 那些局长啊市长啊都不敢跟我接近 有时候我在会上发了脾气啊拍了桌子啊 然后他就到我房间来说 他也不叫我这个龙部长 他就 我一定要那么大脾气嘛 什么话说啊 这小子倒是很直帅啊 然后呢这个就跟我讲点笑话这些 我也觉得很大的温暖一样的啊 这个因为那个时候人都不接近我了 已经这个没有任何的人的感情交流 除了工作以外 已经没有任何的感情交流 最后他还跟我讲点这个 日落华发生那些有趣的事情啊 我这代表团里面发生有趣的事情 讲一点外国代表团的一些笑话啊 哎呀我自己挺开心的 觉得哎我说这人还不错 而且的话后来我发现他有个大的特点 金嘛 有时候的话他有时候来跟我讲些事情 我觉得他讲的莫名其妙或者不对 我都说你得瞎讲 随时出去 然后的话他过了几分钟 他又会小咪咪的进来 有听吗 这是信仰 这个所以后来因为当时部里面有规定 凡是个副部长以上的当秘书的 他自动当副部长 就只要我同意他当秘书 他就自动升为副部长 当时为了解决这个副部长的问题 我说你来跟我当秘书算了 主要是我也考虑他比较金嘛 这个 这个 这样子 如果看一下我们解放以后 这个中国和世界组织的这个关系的话 两件事情我看是最难 一个是中国就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合法70年代的 一个就是2000年之后的这个 加入WTO入关 就是你现在回过头去看 怎么评价 中国加入WTO对整个这三四年的改革开放 形成的巨大的这种作用或者影响 加入WTO实际上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 一个隧道取成的结果 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 就没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那么这是它的因 另外的话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又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所以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